它的功能是用來警示後方的物體或是車輛 不要靠這台腳踏車太近,以免發生事故 我們來介紹它的功能 當正後方有來車或是物體接近時 後方的燃車直視燈光開始閃爍 當右後方有來車或是物體接近時,右邊的燃車會開始閃爍 當左後方有來車或是物體接近時,左邊的燃車會開始閃爍 如果三邊同時有車輛或是物體接近 三邊的直視燈會同時開始閃爍 當駕駛按下右邊方向燈按鈕,右邊的LED會亮起 當駕駛按下左邊方向燈按鈕,左邊的LED會亮起 如果駕駛按下煞車,後方的警示燈會開始閃爍 第二部分呢,我們有P2.5的灰塵震射器,還有溫濕度感測器 P2.5,我們將顯示分成三個燈號 綠色,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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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色 如果它亮的是綠燈,代表空氣中的懸浮力值對人體造成的危害較低 如果它亮的是藍色,建議兒童老人及患有心血管疾病 還有呼吸道系統疾病的患者盡量減少出門在外的時間 如果它亮的是紅燈,請勿長時間待在戶外 接下來講溫濕度感測器 我們將溫濕度感測器偵測到的值顯示在LCD的顯示器上面 如果濕度大於80的時候,會容易造成過敏跟氣喘 如果它濕度小於20%的時候,會容易造成呼吸道感染 還有過敏跟氣喘 如果溫度大於25度時,出門在外,請多補充水分 如果溫度大於25度時,請多補充水分 請多補充水分 感谢观看